大家好,今天我们讲的是动态注词 了这过 汉语的动词没有形态变化 动词后边常用注词了这过 来表示各种附加意义 但并不是所有的动词都能附加了这 一般来说,动作行为的进行有一个过程 从开始到完成,状态也有开始 出现到结束这样一个过程 只要动作一发生,状态一出现 就可以用动态注词了 但由于动词的意义不同 动词加了可能表示动作发生 也可能表示动作已经结束 我们需要把动词进行分类 我们把动词分为动作动词 状态动词和结束性动词 动作动词与动态注词了 动作动词表示一个有起点 可持续有终点的动作 如跑、跳、搬、走、看等 动作动词在动词中数量最多 这种动词用上了可以表示动作发生 比如春节联欢会的录像你妈妈看了吗? 那不正在看呢? 看了一个多小时了 这里看了一个多小时表示动作发生 一个多小时表示看持续的时间 而且到说话时动作还在进行 状态动词与动态注词了 状态动词不表示动作 而表示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有起点 可以持续没有终点 或语言表达不关心其终点 如恶、生气、累、困、醉等 状态动词 用上了表示状态出现 比如说 为了帮你打毕业论文 他已经累了三天了 这个句子的意思是 累的状态已经出现 而且还在持续 结束性动词与动态注词了 结束性动词表示动作一发生即结束 比如说 毕业、结婚、丢、吊、吊等 此类动词结了 表示动作发生并结束完成 比如说 他跟妻子结婚不久 妻子就抛弃了他 动态注词了 长根副词已经相互应 例如 我已经给他发了电子邮件了 他已经去了医院了吗 下面几类动词后边 一般是不能带动太注词了的 一 表示的动作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 比如 爱、恨、想念、羡慕、反对等 二 动作性不详的 比如 是 在性、像、叫做、称为等 三 前边有 诸动词的 比如 要听、想去、会说等 动态注词者 附在动词后边 表示动作或行为 在特定时间内 还在进行 或处于某种状态 或某种状态 在持续 比如说 他们正弹着 他正弹着钢琴 门开着 电灯亮着 我们坐着喝茶 动态注词者 常跟正 那 在 那 配合使用 例如 他进来的时候 我们正看着电视呢 他在写着信呢 我们不要打搅他 下面几类类动词 是不能带动态注词者的 一 本身 不能表示 持续行为的 比如 是 在 等于 结束 完 进 出 去等 本身 本身 含有 持续动作的 如 恨 怕 知道 向 需要 认识 用户 同意 等 三 前边有 主动词的 如 能说 会写 想买 等 四 含有 东部关系的 如 打倒 打败 推翻 说明等 动态注词过 附在 动词后边 表示 动作 已成过去 有时 肩表 经历 阅历 比如说 他吃过中餐 他学过 法语 他续过 非洲 他当过 工人 动态注词过 长根 复死 曾经 相呼应 比如说 我曾经 做过 心脏手术 我曾经 讨论过 这个计划 练习 填空 我曾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